今天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唐克飞 就日本政府通过2023年版防卫白皮书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日本政府通过2023年版防卫白皮书 将中国定位为日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 称中方大幅增加国防费加快军力发展 在东海南海单方面改变现状 中俄在日周边海空域开展联合行动 并称中国大陆军事活动威胁台海和平稳定 对此谭克飞表示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 固守错误对华认知 刻意渲染所谓中国军事威胁 抹黑炒作中国军队正常的建设发展和军事活动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挑动地区紧张局势 我们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我们敦促日方深刻汲取历史教训 停止不负责任的言行 摒弃以临违鹤的零和对抗思维 树立正确的对华认知 在台湾等重大问题上重信守诺 在军事安全领域谨言慎行 以实际行动推动双边关系 回到正确轨道 回到日両方的合计装 作为国军事文章电台